我们国家现在的储备还是不够的 产能也不够 但是据我所知 这个月初开始可能很快地扩大产能 一方面国内的需求很强 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的需求也很强 经常很多国家希望我们能够提供疫苗 所以这应该说是 我们的产能需要大大的加强 按照我们的保护率能够达到70%的保护率 就是疫苗本身的保护率有70%的话 那我们接种的覆盖率要达到接近80% 才有可能形成群体免疫 明白 那要想实现这么一种 这么一个效果 您可以给大家看消多久 据我所知道 就是在7月初应该达到40% 全国 那么我们现在今年年底能够达到这个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